大家好,今天在家里做了一个DIY的宝特瓶花瓶 然后它中间这些位置我都跟着它的纹路连起 那样子去打了一些孔 这边都是的 方法很简单 我已经把它从中间切开了 然后已经打了几个孔在这里 那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了一个烧烤的夹子 叉子烧烤的,烧烤用的那个 然后放在火上面烧 开的是小火 烧热了以后 然后我就照着它这个宝特瓶上面的那个纹路来打 对吧,这里已经打好了 这里已经打好了 然后还有这边 我就跟着它这个纹路里面去呗 这个纹路里面 对吧 现在我们开始看一下这个效果 轻轻一压 烧热了以后轻轻一拉 一压 这孔就出来了 就这样做 好,现在我已经把那个孔打好了 周围都跟着它那个纹路来的 中途停了一下 好像那个搞得有点黑色 等一下想办法把那个黑色怎么弄掉它吧 这样子 这样子 一个DIY的宝特瓶 弄好了 好了,这个宝特瓶 DIY的一个兰花盆 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我就在里面呢 加了一点小石头 让它 不容易那么 那么容易倒嘛 让它 然后那个水位呢 不能加得太高哦 加得太高的话 它就会从这个孔里面流出来哦 因为我是很喜欢这层花 很喜欢跟它弄水 加水的人 这个方法就不错 你不能加过它 叫它往外流 那你没办法了嘛 好 然后呢,下面放了石头 上面呢,就绑了一个 绑了一个那个布袋 为什么绑个布袋呢 因为水位不高 上面呢 它会把那个水呢引流上来 让它有一个潮湿的环境 然后旁边这些都是通风的 南花要潮湿也要通风嘛 四周都这样弄了这个孔 然后放在那里 我尝试一下啊 然后这个叶子呢 它是黄的 不过我不弄它 它没有什么问题 我检查了 它还是硬硬的 还是硬硬的 只不过是黄的 它慢慢慢慢的黄 还没有黄完 这边还有一点边 说明它这一种黄 这种黄叶 它是一种自然的淘汰 所以不弄它 我怕伤到了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布的彩带 棉布的彩带 然后就这样放起来 跟它加一个装饰 然后也可以让它吸水上来 这个根呢 就有一点点在水里面 尝试一下啊 然后呢 迟一点再分享给大家 OK 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